2012年之前,在马来西亚的 134,000 以上的日本车市场 基本上都是 D-Segment 时代的天下 那时候有 Camry, Accord, Mazda Sig 还有 Tiana 所以那时候这些车款都占据了市场上绝大部分的市场 但是直到 2012 年第一代 Mazda CX-5 出现 第四代的 CR-V 出现,还有第二代的 X-Ray 出现过后 这些 C-Segment SUV 就占据了 D-Segment 的市场 到底 C-Segment SUV 有那么有魅力吗? 那今天就找来了两款同级别的销量之王 King of C-Segment SUV 的 CR-V 还有 King of D-Segment Sedan 的 Toyota Camry 这个 C-Segment SUV 凭什么强调 D-Segment Sedan 的市场呢? 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价钱了啦 因为其实在 2019 年之前啊, D-Segment Sedan 在马来西亚的价钱 无论是 Camry, Accord, Mazda 6 都维持在一个 140 千到 140 千左右的一个价格 但是不懂为什么就在 2019 年过后啊 这些 D-Segment Sedan 的价格都已经来到 190 千到 200 千左右 这个价格其实已经 touch 到了很多的入门级别的一些 BBA 车款 还有很多的 Seven Seated SUV 或者是 MPV 因为在这个价位的老板们都是精打细算的 如果想要面子想要费息的话,就会选择 BBA 的车款 如果要顾及家用商用的话,他们更是会选择这个 Seven Seated 的 SUV 或者是 MPV 这样相对来讲这个 Toyota Camry 像是这种 Accord 的级别 就相对来讲就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了啦 这样这个 C-Segment SUV 啊,为什么它那么好卖呢? 因为很多人就是可能开着一个 B-Segment SUV 或者是 C-Segment Sedan 的朋友们 它想要一个升级,但是价格,它的 Budget 又没有到 D-Segment 的价格 所以这个不高不低,150 千左右的这个价格,肯定是 C-Segment 最好的选择了啦 会考虑这一类车的人都要考虑到这个家用或者是商用用途的 这样其实这个 C-Segment SUV 来讲,它家用性会更加来的好啊 因为它车身高度比较高,离地间隙也比较高 但是又没有到很高的状态 所以这对很多的小孩子,乐林人士,还有老人家来讲都是比较友善的 不只老人家容易下车,它的这个开口啊,已经是 90 度的这个后排的这个门啊 所以如果当你要进行你的 Baby,你要把这个 Baby 卡系装上去 或者拿下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轻松的 而且它的离地高速有在,你不用太过弯下腰去装这个东西 其实也对很多爸爸来讲,非常好用的 而且如果你 Baby 坐在这边过后,你要跨进去,很容易的 腿部空间,你看我这 175cm 坐进来这个后排还有三四个拳头 还可以翘脚啊,所以我说这个 CR-V 是这个级别里面空间最大 它敢认第二都没有人敢认第一了,它空间是大到没有朋友了啦 你把 Armrest 放下来,还有冷气出风口,你一家人坐着开开心心 做长途也真的不是问题,把这个 Baby 卡系装不是我的啦,我还没有用到啦 D Segment 就是 D Segment 啊,无论它的整个座椅的发泡面 还有它的整个乘坐感受来讲,就有 Like a Boss 的感觉 所以它是有冷气出风口同样,但是就没有的控制后面的温度还有风量的 中间有个 Armrest 最新款的这边还有一个电动的面板啊 这边可以控制那个通风椅还有这个后排的这个 Reclining Seat 但是我们这款就没有啦 即便上这个 Default 的设定其实也是非常的斜,已经是有那种老板车的感觉 所以这款车很多的经理或者是小官员都很喜欢拿 Camry 来做一个老板车 而且这边有一个遮阳帘,所以整体来说这台车也是有那种感觉 就坐在家里的大沙发,非常舒服 Camry 就是 Camry 把腿部空间来讲肯定是 CR-V 更加的优势,而且它做的比较高,压迫坎也会比较少一点 如果你要考虑买 SUV 的话,这个轮胎就是你其中一个保养的费用啊 因为 SUV 的轮胎它的尺寸都会比较大的,而且都会比较阔 像是我们这个 CR-V 啊,它是 235 60 Ash Bar 的 所以无论是厚度还有宽度来讲,它都是比身旦来的更加的大 所以费用方面它都会比较贵的,大概这条轮胎大概是 600 多令吉了 但是 Daya 不是每天换的嘛,大概两三年才换一次,所以还好啦 Hands Free Toolkit 它是肯定有了的 而且这个 CR-V 啦,它后尾箱空间真的是大啊 这个 520 Liter 已经不是树木上的一些字眼而已啊 看我整个人坐进去,里面还有行李,真的是非常的宽裕啊 而且你以为它是 Cut-X-Fair 还是没有,它给你 Full Size T 嘛, Good 而且这边也是可以实现全躺平的 真的是平的那种啊,所以这辆车如果你要在半斤甲 Ikea 回家或者是去露营 放下一些冲气床去 Camping 真的不是问题 所以如果你喜欢郊外,喜欢去户外的话,这辆车真的是适合不过了啊 Sedan 的后尾箱空间就比较普通啦 虽然都有差不多 500 Liter 但是因为它的开口面积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是坐不进去的啦,你自己有点看 所以怎样的来讲,SUV 它的灵活性是非常的好的 如果你要我说 CR-V 这款车是最适合哪一群人开呢? 就是白领群啊,就是白领的一辆车来的 因为它真的是一辆很适合市区开的一辆SUV的 如果你整天是要上下班,在 KL 走走停停的话 这辆车真的是适合不过 然后你偶尔要出销外波像是你要去 KL B9, B9, KL JV, JV, KL 这样子 其实这辆车也是很容易的去应付这些路段啊 因为如果我说现在这个 CR-V 啦,它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 已经贩售了大概有一个五年 就这个 Facesift 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它配备上一些东西相对来讲已经有一点点的落后 比起其他对手来讲 但是有的东西它还是有的,像是什么电子预标版啊 Android, Apple CarPlay 这些它也是有给你配齐 但是我要说一点就是这个 CR-V 的一些组装品质啊 像是这个 Armrest 来讲很粗啊,它的声音就不 refine啦 它的声音来讲如果是这些细节的话 可以做到更加美一点就更加好 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群体都是从这个 D-Segment 的 Sedan 下降到这个 C-Segment SUV 的选择 因为现在的 D-Segment 时代你都知道它的价格已经很贵了嘛 接近两百千 所以C-Segment SUV 像是 CR-V 这种车就变成很好的 alternative的一辆车了 所以它这样子不高不低的一个价格 百五百六千,你说它贵又不是很贵 你说它便宜也不会很便宜 所以这辆车说实话它有的东西是有给到 但是我会对它有一点点的小要求 就可能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360 镜头啊 有没有一个 Ambient Light 啊 或者是比较多一个颜色的一个搭配 让这辆车看起来更加的 Atas Premium 一点点啊 像是这辆车其实整车都是黑色的一个内饰 而且这边就是搭配一点点木纹这样的失调 很多人就对这个木纹有点反感啊 觉得有点老去,而且我觉得还好啦 要不然整这个车的内饰就哈茫茫这样子就更加不好看啦 说实话这辆车如果你在这样子的市区开啦 其实它的这个 CVT 压箱是真的是非常的柔顺啊 我可以说这个 Honda 调教出来的这个 CVT 变速箱是真的是非常的灵敏 非常的柔顺 它是相对来讲是比其他的 CVT 更加的 linear 的 所以很多人说 CVT 很垃圾啊什么的啊 其实我觉得还好啦 因为你不能 expect每个人都需要 0 到 100 啊 还是每次都要那种 DCT 的那些换挡节奏感受 反而如果你市区开 CVT 是相对来来讲更加的舒服的 这样为什么这样多的一些啊 市区车都是采用 CVT 就有它的一个原因所在的 这样肯定它的省油啊还有它的换挡节奏肯定是 就是比起很多的 AT 还有 DCT 都更加来的更加的柔顺 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 Honda 的这个 CVT 是不错的啦 你们就不要一直去把 CVT 踩到 You know 啊 其实说真的这个 1.5 的这个 CR-V 的 Turbo Charge 引擎 之前一 launching 的时候就很多人会质疑它说 为什么这样大辆车会放一个 1.5 引擎啊 是不是应该制裁要一个 2.0 这样子 其实不是的 因为这个 1.5 的 Turbo 引擎啊 它已经是非常的成熟 它在这个 CR-V 上面它已经可以输出一个 193 PS 还有 243 Nm 的一个动力啊 虽然说这个动力没有讲 Honda 要把这个引擎压到极致 因为压榨到极致的那个是放在 Honda Accord 方面的那一个引擎啦 因为那一具引擎它是可以输出超过 200 PS 的 反正我觉得这一个引擎它相对来讲和这辆车匹配的是还可以的 你点一点油门它的反应是有在的 所以是唯一是可以说是它的声音是来的比较粗糙一点点啊 可是它的 Nm 是高的 它的 Nm 输入的时间啊是比较早的 是 1750 转就已经开始有这个最大扭就了的 所以这台车在一种低速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灵活的 但是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就是这辆车虽然是 190 多 PS 嘛 它 0 到 100 9.3 秒 反正那个 T1 的 1.4 TSI 吼 那个只有 150 PS 但是它的 0 到 100 居然跟它一样 而且车重方面也是 Abundate 而已 所以这个就不懂什么原因啦 我们今天在驾的这辆 TASCAR 其实它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四轮驱动的一辆 CR-V 啦 其实意向以来 CR-V 都有提供这个版本 但是目前 C-Segment SUV 越来越少车宽有提供这个选项 因为毕竟会拿一台 CR-V 去越野的人 真的不是很多啦 但起码 Honda 有给你这个选项 这样喜欢 4-Wheel Drive 的人 或者需要通过性比较高的朋友 这样你多一个选择可以去选择这一辆 CR-V 它也不会讲贵很多 就比普通版本的 TCP Turbo Charge Premium 贵多一个 6-7 千块左右 所以这辆车大概它价格是 162 千左右啦 所以 All-Wheel Drive 的话它肯定就是车重比较重嘛 它重多一个 80 公斤左右 所以你当作每一天上下板再多一个飞载在后面这样子而已咯 你看到它有这个 signal 就是它有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 Honda Sensing 这辆车不只是只有那些 RGB 啊 Link Keeping 啊 这些已经算是比较普通了 但是它这辆车也是搭配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 的 我要说一说这个 Honda 的 Stop and Go Function 啊 它是算是在这个热系的这个级别来讲它是最灵敏 就最 accurate 的一个系统来的 我可以说它已经是接近这个 World War 的水准了啦 所以在热系品牌当中我觉得 Honda Sensing 的这个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d Go Function 它是做的比较好的 还有它就是非常经典的 Honda 的这个 Dita Signal 就有它的 Honda Lane Wash 就这个它是 Honda 一向以来都很喜欢 Promote 啊 它们都不喜欢用那些 Biasmo Monitoring 但是这个我就觉得还好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 CR-V 它的像素是比较差的 我可以说是 无论是这个 Lane Wash 的像素还是 Realist Camera 的像素 它都是有点萌萌这样啦 不然我因为这辆车它的整个主机它是 2017 年的系统 所以看起来它的东西会比较 lag lag 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如果有一个 360 来讲就更加的好啦 毕竟那么大台车 不是讲我一定需要它啦 但是有的话就更加好咯 所以如果你要我选一台 C-Segment SUV 或者是 D-Segment 的 Sedan 我反正会选择这个 C-Segment SUV 啦 毕竟它整个灵活性上真的是 就是我更加 prefer 这一类的 SUV 你可以说是我是一个 SUV 卡地一般 讲真的因为很多人都会好奇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我们身为车评人 不是应该是更注重 Handling 啊 加速表现这些东西 But 我们也是仍然的 我们平常也是上下班 我们也是会去买买菜去附近城市走走 所以有时候 0-100 我们也不会每天去做 不会每天去 Pack 1 不会每天去弄人家 百七百八 不会的嘛 所以我们也是会平常这样子去开车 所以像是 KL 这样的路段来讲 是开 SUV 来讲是真的是适合不够 But SUV 怎样都有它的缺点啊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快的过完它的 Body Roll 怎样都会明显 然后当你上了一定的高速 我不是讲这个 CR-V 而已啊 就很多很多的 SUV 再上到可能两三百千的 SUV 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风切声 所以它们的风切声都有一个同病啊 就是它们会从这边真的是切进来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这个速度大概如果是这个 CR-V 的话 大概百一百二就会有那个声音 可能 sedan的话就要上到更高的速度 才能够抵消掉这个问题啦 所以 SUV 就会有这样的通病看你接受不接受这样的东西 所以现代人啊已经是很多人在开这一类的 SUV 甚至是 B-Segment SUV 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一台 SUV 因为它真的是无论是灵活性它的空间表现 还有它的整个驾驶感受来说都是比较得心应手的 我可以这样说 但是虽然是 predictable 但是我要发现一个点就是很多 我有很多朋友就是开 SUV 的嘛就是新手 他们就会把这个 SUV 当作是 sedan 车来开的话 这样你就会很容易挂花你前面的 bumper啊 因为毕竟 SUV 它车头都是会比较长 而且它的整个面积都会比较庞大 所以变成你要进出一些比较狭窄的一些路段 像是 parking厂这样子 你就要有一点点 skill 啦 要不然你很容易挂到前面 因为它整个车头比较高嘛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如果这台车有一个 360 会更加的 best 其实这款 SUV 它虽然已经有一定的年份所在 但是它所有的配备它都有给到骑你啦 可以说是可以给你的它都有给你 然后安全系统方面已经是非常完整 驾驶感受还有它的动力来源空间就更加不用说啦 根本是打包它的同级别的朋友了啦 所以以这辆车来讲它的口碑那么的好啊 再加上很多的种种元素 CR-V 百年招牌了啦 所以变成这个 CR-V 无论是在哪一个年代 无论是在哪一个国家都好 它都能够成为那里的一个 king of C-segment SUV 所以说 CR-V 真的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 所以有人都会绕不开这个 CR-V 可能一些年轻人也好 中年也好 他们都会向往有一个 CR-V 的一个心态啊 所以 CR-V 它像是 如果你们有看到照片的话 它已经在国际有一个2023年的版本 我也相信那个版本会把那些缺点改进 而且其实 CR-V 它是 based on Civic 的一辆车来的 所以你这个内饰来看 它已经是上一代 Civic FC 的一个内饰设计 所以看起来会有一点点的老气啦 如果是换成现在下一代的 CR-V 的话 它就会和这个新的 Civic F1 的内饰就相对来讲比较相似 所以你会买这一代的 CR-V 还是你会选择 D-segment sedan 或者你会等下一代的一个 CR-V 呢? 欢迎在下方告诉我们啦! 如果你要我说出这个 CR-V 的两个字 我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中庸中性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它是没有太大的特点的 你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讲它不好啊! 没有太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卖点啊! 因为这台 CR-V 它任何方面都是比较中庸比较中性的 它哪一方面都是能够给你一点点 好像动力方面有!可是又不是讲很强 整个配备方面又OK的!但是又没有讲太过的先进 样子好看吗?还可以!但是又没有讲太过的 eye catching 所以 CR-V 就是这么一款车 它任何地方都没有太大的突出 就所有地方都能给到你一点点 但是它又没有明显的短板 其实你看啊!其实市面上 其实往往就是这种比较中性化的东西卖得更好 那些更加极端化的东西就卖得妈妈腿 所以像是造车的话 Honda 是非常了解 user 的 就是非常了解这个顾客群体他们要的是什么 所以造车就要先造那些比较中性化的东西才能卖得更加好啊! 像 SUV 呢!它最适合那些喜欢坐得比较高的一个视野 比较广!而且它后排空间也喜欢比较大 需要有一个家用!还有最主要就是它的后尾箱空间 就是可以容纳比较大的空间 而且驾驶者就是对驾驶的一些 handling 要求不会讲太过高 因为毕竟 SUV 它高度有在 所以它body road 怎么样都会有一点明显的! 像 sedan 很明显的!它的风阻系数比较好! 它的 handling 更加好!它的风切声也更加的小! 而且整车看起来更加的协调!比较 sporty的! 而且像是这种 D Segment 的这种房车啊! 它就是有一种老板车!小老板车的感觉! 所以它就会看起来比较的 elegant!比较的优雅! 有高贵的气质!还有像是因为 D Segment 它的价格 毕竟都已经来到这么高了嘛! 所以它也有一些比较高科技的配备! 还有 ATTAS 的配备! 像是有这个 JBL 音响! 有 Head-Up Display! 有 Memory Seed! 拥有更加好的一些 Soft Touch Material 等等这些配备! 所以其实世界上没有最完美的车! 只有最适合你自己的车! C Segment SUV 还有 D Segment Sedan! 你会怎么样选呢? 欢迎在下方告诉我们!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IG 小文叔还有 TikTok 我们会在那边分享很多的有趣汽车小知识! 所以我是 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想看还有什么车的对比可以告诉我们哦! 拜拜! 好彩虽余的! 你不得打了一下吗? 那是真的有点微的粉丝! 那是可以?